相信大家的童年有很多男神 看過數碼寶貝大冒險的大家 只要想到男神兩個字 就一定會想到這個人 石田大和 台灣翻譯阿和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今天的動漫人物談數碼寶貝篇 就要來介紹他啦 我們上期介紹了主人公 八神太一的好基友 今天當然要介紹對太一人生 影響最大的Log男人啦 那麼我們就進入這一期的人物談 追蹤阿和的軌跡吧 對啦,為了要讓大家聽的習慣 石田大和在這一整集 我都會叫他做阿和 那我們就來解析一下這個 第一季最貼近人性的阿和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動漫人物談 石田大和 阿和 是跟太一同時被選召的孩子 也是當年曾經目睹 暴龍獸對戰鸚鵡獸的當事人之一 在參加夏令營的時候 跟弟弟還有太一一行人 一起被傳送到了 數碼寶貝世界 他的搭檔是 甲鵡獸 在團體行動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會比較以太一的決定 去作為原則去做事 但其實阿和也有另外一種 領導氣質 相對太一比較衝動的做決定 阿和會採取比較圓滑跟安全的做法 初期在太一跟阿和的做決定的描寫上 常常會故意讓他們站在對立面 比如說他們要不要登上 無限山 甚至讓他們在雪山互毆 因為兩個人都是以真心碰撞 所以在每次吵完架之後 他們的友情只會越來越堅定 啊 哲學 雖然他有一頭金髮 但其實他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 雖然看起來酷酷的 但其實他非常在乎同伴跟顧大局 做任何事都會想到夥伴 只是在同伴眼裡 有的時候他還是太酷了一點 但阿和他隱藏起來的善良 都被家暮獸看在眼裡 雖然我小時候看不太懂 家暮獸為什麼在阿和旁邊 永遠看起來像個賢妻 但是現在想想也算合理 因為只有家暮獸從一開始 就懂阿和 他都看在眼裡 雖然說我剛剛說阿和很顧大局 還有大家的安全 只有一個情況會讓阿和失去冷靜 那就是阿五 高十五 只要扯到地底的時候 就會什麼都不管 失去冷靜的判斷能力 其實扯到地控媚控的部分 太醫也是半斤八兩 但阿和的表面看起來像是在照顧弟弟 但其實他對自己的弟弟的那種依賴感 或許才是他最需要克服的課題 這我們待會會好好解釋 因為這會牽扯到數碼寶貝系列動畫版的核心價值 在眾人來到沙巴大陸對抗悟空授偏的時候 當時的太醫因為他有莫名的責任感 顯得很心急 有點不正常 所以很多時候是讓阿和擔任副隊長去決定事情 在太醫跟機械包容的時候 成功打倒悟空 被傳送回現實世界後 兩個人之間的差距就出來了 當眾人少了太醫 這個把大家凝聚起來的熱情勇氣後 團隊立刻就被自己內亂解散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上一支太醫的影片裡面有說到 雖然太醫很衝動 但是富有勇氣的他 很適合當領袖 過度顧全大局踩煞車的阿和 雖然也有他的優點 但是11歲而他再怎麼顧大局 也是會有情緒化 也是會有雙標的時候 而這種雙標 就會讓團隊產生裂縫 這兩個人的互補才能造就最好的團隊 沒辦法 阿和就是拿太醫跟阿武沒則 啊 哲學 總之這個情緒化的問題 再來阿和獲得讓加魯魯超進化的能力的時候有了改善 內化的內容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阿柱因為肚子靠背餓 所以跑去蛋蛋壽開了店吃飯 因為他付不出飯錢 所以被迫留在店家打工還債 阿和因為看不下去 所以陪他一起去做工 這很符合友情的阿和 但因為阿柱一直搞砸 反而不斷延長工作時間 阿和又因為阿武的事情在煩躁 各種煩惱的阿和在忍耐到極限後 對阿柱大爆氣 可是沒想到之後出事 阿柱還是醉挺的阿和 自己不該因為一時賭籃就這樣對朋友 阿和覺得這樣很不酷 了解到自己的友情徽章代表了真諦的阿和 終於成功讓徽章發光 讓加魯魯超成功進化成獸人加魯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我需要特別拿出來講是因為 這段代表阿和的小故事 還蠻貼近我們人心的 當你交了幾個朋友之後 多少會遇到這種事 雖然有時候覺得這個朋友很靠杯 人家不理你了 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還是對自己超好 我怎麼會這麼過分 阿和的故事貼近人心的地方 還不止這些 我們一起看下去 在故事走到中盤時 他承認了太一才是大家的領袖 那在後來的故事裡面 在現實世界中 打倒吸血魔獸 又回到數碼我貝世界後 阿和最人心的故事 才正要開始 因為在回來後 曾經幫助過自己的數碼我貝 不斷死亡 所以他非常心痛 而且他也發現阿武越來越獨立 自己越來越沒有存在的意義跟價值 痾... 你是唯二的救急體戰力耶大哥 我覺得還蠻有用的啊 開始自我懷疑的阿和 離開隊伍 甚至跟太一扭打過 經典的戰鬥暴龍獸隊鋼鐵加魯魯 雖然他離開了隊伍 但他的善惡觀念 還有個人堅持 倒是沒有什麼變化 面對糟蹋部下的木偶獸 他還是會憤怒 還是會偷偷的支援太一等人 順帶一提 在這次阿和的脫離後 太一作為領隊的成長更是明顯很多 因為重新踏入數碼我貝世界後的劇情 非常灰暗 相對一直在鬧脾氣 還有眼淚清洗的阿和 他一一展現的是 領袖的責任感 那時候反而會覺得太一比阿和苦多了 在打倒木偶獸後的阿和 被黑暗洞窟控制 內心染上黑暗 越來越自怨自愛 那在沉澱自我 加上加魯獸的鼓勵 他對友情的徽章又有更深的理解 也懂得自己應該要適時的讓阿武獨立 自己該往前走了 因而去拯救了 跟他一樣被黑暗產生的蘇娜 欸等等 該不會那個時候他們兩個的flag 就開始立了吧 一起再次加入團隊 被選召的孩子 Assemble 雖然跟太一一起打倒小丑慌 但是被數碼第一部最會圍刀的阿武 搶走整個風頭 在結局 眾人跟夥伴分離的時候 就像是呼應這作品的影子主角一樣 第一部是以阿和的口情劃下最後的句點 一個完美的句點 那在我們繼續聊阿和的故事之前 我們先來聊聊 為什麼我會說 阿和跟阿武之間的兄弟情 是數碼的核心價值 起碼動畫版是這樣子 無論是當時放映的年代來說 甚至到今年 現代有很多家庭是有父母分居 甚至離婚的問題 阿和跟阿武的背景設定 就是父母分離的兄弟 所以他們的姓氏是不一樣 一個姓石田 一個姓高石 這個設定不僅很新穎 也相當貼近我們現實生活 而數碼之所以當年能跟寶可夢走出不同的路 就是這個每部都有深刻描繪的 現代家庭問題 無論是第一部的阿和阿武兄弟黨 第二部的一乘四家庭問題 第三部的牧野家 第四部的全體嗎? 總之我的個人看法是 數碼的特色除了有趣的異世界穿越 跟搭檔數碼偶的互相成長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問題的描寫 這是寶可夢比較少有的設計 而阿和一個人就承包了第一部 大部分的深度劇情描寫 因為從小失去家庭以及阿武 所以導致對阿武的過度保護 阿和對阿武的保護不單只是保護弟弟這麼簡單 他會這麼做也有一定程度上是因為 如果不這麼做 他會失去自己的存在意義 覺得自己完全被太一取代掉 那最後阿和跨出決心的一步 放手讓他成長 所以呢我覺得阿和的成長曲線其實 值得回味 他經歷的一切多多少少都能套用在 成人的我們身上 那劇情到了02 也跟太一一樣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需要交代的成長路線 所以劇情細分被壓縮得很兇 鋼鐵加魯魯沒有登場 好生氣 在劇情中因為雅骨獸被暴龍改造者給抓走 太一開始雷其他隊友 開始雷他的後輩們 阿和到場又跟太一哲學了一波 教會了大輔什麼叫做友情 確實的讓大輔成長了 我相信大輔對小嫻的激情 多少是有被阿和影響到的 特別需要提的是他有組成一支樂團 叫做Teen Age Wolves 青少年之狼 我特別推的歌是Tobira Faye 這首歌有演藝出很多他經歷第一步冒險之後的心境 我知道在02大家最想提的會是什麼 綠帽 來 太一 戴好 那都歪了 阿和在聖誕期間開始跟蘇娜正式交往 考慮到第一步尾聲的時候 把蘇娜從黑暗中拯救出來的是阿和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想也是蠻合理的 但是在我們的戰爭遊戲中 太一跟蘇娜還在那邊打情罵俏 我是很想說桂圈爭亂 但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 當時兩個人都在追蘇娜吧 但你這樣子想又會覺得蘇娜怎麼這麼傷心病狂啊 玩弄兩個男人在手掌肩 算了啦 本子我看多了 金髮會贏也是合理的 唉唷 看起來勝負還不一定有阿和 那我們到了Try的劇情 哈哈 這次我不會再罵幹了 為何呢 因為這部Try描寫的最好的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阿和 光是會去在意零惡眾的生死 就已經比其他沒人性的好很多了 那在Try裡面呢 阿武因為已經長大了 阿和也不像第一部那麼過度保護阿武 所以兩個人的關係看起來對等很多 阿武他反而還會嘲弄阿和 而兄弟之間的相處會因為年紀的成長有所變化 這個是Try我少數會給正面評價的描寫 但是 But 相反的 這次的阿和特別依賴加布壽 已經混亂到我差點以為阿和是男主加布壽是女主了 啊 哲學 特別要提到的Try對阿和的描寫還有一個 相對太一一直確戰 阿和從頭到尾都堅持 該戰鬥的時候 就該戰鬥 這也是我覺得阿和跟DDOS精英光子狼都是少數在Try從頭到尾都沒有崩過的角色 雖然這是好事啦不過援勇慶太郎在很初期的訪談時候有表示過 他會解釋為什麼阿和最後會去當宇宙飛行員 好爛啦 Try除了最後結尾阿和說他要朝宇宙前進之外 我完全沒有看到任何跟上宇宙有關的伏筆任何描寫 我們看的Try跟他看的Try是同一部嗎? 綜合以上來講啊 我覺得阿和是貫穿三部 少數沒被寫崩的經典男神角色 希望這支影片能讓大家對他的印象 除了很帥以外還有更深的理解 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阿和擁有過的數碼傲貝吧 因為他不像太一一樣擔綱過其他漫畫的主角 據我所知阿和擁有過的數碼傲貝就是加布壽家族 所以我會比較側重在他跟阿和的羈絆描寫 另外在太一的影片中有介紹過帝王龍甲獸天國形態 因為我沒有什麼特別需要補充的 所以我就割愛了 如果對帝王龍甲獸天國形態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太一篇看看喔 布尼獸 幼年期一的數碼傲貝 當初在第二代對打機登場的時候 數據幾乎跟黑球獸是一樣的 技能也是酸性泡泡 普通可愛 獨角獸 必殺技 酸性泡泡的幼年期二階段數碼傲貝 因為頭上的腳的緣故比起滾球獸還要具有一些殺傷力 小時候我覺得獨角獸超可愛 加布獸 爬重新成長期 本體是很像雅骨獸的小恐龍 因為太害羞了 所以在身上披著加魯獸的皮毛 讓自己看起來強一點 那雖然說他害羞 但其實他還是會有話直說 哇 害羞的加布獸看起來真是神可愛 出奇的八隻搭檔數碼偶貝中最嫌棄的存在 冥場面是在雪山中怕第一生命阿和凍死 脫下他第二生命的毛皮給阿和蓋 啊 可愛 必殺技是爆炎火焰彈 加布獸號稱是可以一招打爆鋼鐵海龍獸的 加布獸家族最強型態 加魯魯獸 成熟期獸型數碼寶貝 為了保護落海的阿和所進化出來的型態 當年第一次在台式看到的就是這一集 狗爬式超猛 生態設定上是在寒冷地帶生活的數碼寶貝 擁有超高智能 也會像肉食性動物一樣打獵 皮毛的硬度比秘銀還要硬 被他肩膀的劍砍到的話什麼都會被切斷 什麼都會被切斷 數碼寶貝戰鬥力垂逼日常 你看 成熟期就垂成這個樣子的是在哈囉 另外 他明明是隻狼 絕招叫妖狐火焰是什麼意思 附帶一提 原作中的加魯魯獸的配色相當複雜 是銀色跟藍色的漸層組成 動畫中為了作畫方便修改成兩個不同色塊 獸人加魯魯完全體獸人型數碼寶貝 必殺技是凱撒銳爪 比起第一次的進化表現 我印象比較深是在吸血魔獸殺死南瓜獸跟滾石獸那回的表現 生態設定上是參考狼人的數碼寶貝 速度比起加魯魯獸有些許變慢 但是因此得到超強的跳躍力跟腿力 鋼鐵加魯魯機械改造型的救急體 為了動畫版特別設計的全新數碼寶貝 全身都是由數碼金屬組合成 防禦力跟速度都是極高的數碼寶貝 必殺技是絕對冷凍器 在02中為了不搶後備戲份 直接不登場的乖寶寶數碼寶貝 特別說明一下 加魯獸在02後期是有能力直接進化成鋼鐵加魯魯的 這個在電影版就已經被證明了 只是他很乖他不搶戲份 嗯 奧米加獸 就集體的皇家騎士團數碼寶貝 明明在太一的影片中已經解說過了 那我為什麼還要特地拿出來講呢? 嗯 因為那是因為還有一些小設定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 奧米加獸的初期名稱並不是奧米加獸 在WS Wonderswan的遊戲的先行登場中 當時的名稱是 加魯魯暴龍獸 這也是網路偵探有特別去玩過的梗 再來要跟大家聊的是 奧米加的鋼鐵加魯的部分 那邊的設定 大家仔細看這幾塊尖刺 其實這些東西是飛彈 沒錯 這設定上有明確提過是飛彈 只是到現在我都還沒看過在任何媒體的奧米加獸 有發射過這堆飛彈 有看過的人還麻煩告知我一下 以上就是我對這個最有人性 最能投射我們現實社會會遇到的問題的男生 石田大和 阿和的介紹跟理解 如果有任何心得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讓我知道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按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顯示你有新影片可以看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